回过去 你不是读过初中吗 初中三年 我还读高中 高中几年 高中读了半年 半年啊 又不喜欢上学了 那你英语学了几年 英语啊 英语大概从初中就开始学英语 那就学了三四年了是吧 但是我那时候那个英语老师水平不行 所以搞得我们英语也没学好 你不要怪英语啊 是你自己不努力学 真的我一定都不骗你的 是你自己不努力学 现在我考考你 你看那个对面有一盒英文字幕 看到没有对面 本春香今日已修读 是吧 那个下面有一盒英文字幕 你只要说说一个英文字幕 我就请你学一样东西 随便你挑 你只要说说一个英文字幕 我一个不会读啊 那你这什么都是不大了 哈哈哈哈 不会吧 你一个都不认识 对 我我不会读一个都 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不会读 但是ABCD那个东西我认的 那你那个英文白学了 嗯白学了 因为我我不是跟你说了原因吗 要不要我读给你听一下 啊你读啊 本春香今日已修读 this car has been disinfected today 哈哈哈哈 我一个也不会读 我今天什么都吃不到了 对啊 所以说没有文化 很可怕 对对对 但是这是英语啊 你没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 我有文化啊 但是那个英语文化 英语我是没记住 你是啊 七学童的六乡 你听我给你读这英语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我我我我也回国 我学过 那个是叫什么 国词国桥内幕 是什么意思 算了算了 你刚刚打以后 英文字母 你一个不认识 说明你那个英语水平是有限的 我也有记住的 但是那个我没记住 你让我一直不认识 我以前老师教我狼狼狗 狼狼狗 狼狗狗是吧 对 来来 我打以后 英文字母 看你这么认识啊 回过去 你看一下 这个怎么多 怎么多 怎么多 嗯 不是狼狼狗吗 狼狼狗是什么意思 狼狗狗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是啊 是啊 对啊 我老师就说 狼狼狗就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对不对啊 但是我就简单的 还是能记住一点 就是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 老师你知道吗 就没有 很多人都没学过英语 就是他老公 怪不得的 英语那么差的 对啊